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我要访问到是张震先生 他投入东南亚阅读运动 真的投入越多 越觉得需要投入 我们来谈这个之前 我看你身上这个T恤 有好多种文字 介绍一下这你不孤单 你不孤单 就是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异乡人 都不孤单 每个人都不孤单 第一个是泰文 第二个是越南文 第三个 是菲律宾的Tagaro 还有不同的 对对对 然后再来一次是柬埔寨文 日文大家都懂了 这个是印尼文 韩文中文英文 所以有九种文字 所以你看嘛 有这么多文字 连文字都不孤单了 所以更不能让人孤单 既然你带了这么多书 回来应该讲说 台湾的朋友 帮这个移工们办这样的书店 听说也有很多印尼的朋友 觉得蛮好的 他们就如法炮制 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变成跨国串联了 那很多印尼朋友 就我们因为办这个书店又认识另外一批很会写文章的印尼朋友 那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无聊的台湾人 热心的无聊的台湾人 办弄家书店 然后这些书店的书我们自己都看不懂 就是希望帮助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 那他们自己也应该做一些帮助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联盟 叫做 Magaz Magaz 就是一个简程 那他们决定 这些都是移工 这些都是外籍劳工 那他们看谁先回去 比如说下个月你先回去 你就回到你来自的那个印尼爪哇岛的乡下某个地方 开一间小书店 或者是图书馆 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支援他 把这个书店建构起来 可能过了三个月换我回印尼了 然后你们在一起支援我 也有点像标会了 可是是一个很善意的行动 那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从印尼的乡下 从底层改善那个知识 就是像你刚刚讲把知识贯注进去 让那边的小朋友不要 就是有书可以看 那慢慢养成看书的习惯 看书总是好事啦 好比坏多 真的因为你们在这里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让他感觉到 哇有可以有书可以看 满足那个饥渴的心灵 所以他们也想说 让他们家乡的小朋友 也可以获得这样同样的满足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人家他们彼此支援 这有一个经费的问题 你们怎么到底怎么经费 怎么样的去永续让你们可以持续 经营下去呢 就是请大家把书带回来 但是你也要店面 要人力去运作啊 对 因为我们才开一两个月 还没有考虑那么周到 有计划要长期做下去的话 对对对 我第一个第一个基本的概念是 我现在挤了很多人 很多台湾年轻人对东南还有兴趣 或者觉得这个是一个帮助别人的好事 然后也有一些长辈就会 就会没事跑来捐一些 越南咖啡啊捐我们之前 我们所有的客桌椅都是人家捐来的 我觉得有了这么多的精神力量 其实后半段我不是那么担心 那当然是乐观的看了 可是我们具体的做法包括 我们会先像过两天有那个美食工作坊 我们就请一个很会做越南春卷的妈妈 来教大家做春卷 那当然就要收一点材料费 收点材料费 材料费当然还会多一些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些 有一点经费 然后我们办一些讲座 办一些电影 电影放映 电影座谈 然后之后也会开始收钱 就收入场费嘛 或者清洁费 不过这真都是叫做 唯利的在经营 可是我感觉你这整个的事情 就是一个热情在支持 有很多的梦想 然后愿意去关怀和付出而已 没关系我也可以在节目上就讲 我们其实最希望做到的 不是那个是整个我们这个机构 要永续经营下去 刚才那些都是继续在汇集人力 汇集精神 那我们要做下去的是 我们希望做成一个台湾的东南亚窗口 就之后比如说 哪天这个节目要请一个越南歌手来上来 上来唱一唱 可是你不认识 你会来找我 因为我们认识很多 我们因为这个书店 汇集了台湾的善意 也接触到了东南亚各国比较厉害的 或者一些精致的文化 我们可以当我们也可以当仲介 我们当文化仲介 就是这个这个摊头跑 摊头跑建立起来之后 那后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发展的事情 那我们也可以开发教材 台湾现在也要推广东南亚的语文 是是 那我也觉得应该了 就我们不应该只学这个地球春美日语 就是每日语之外的东南亚的语言 就是多少会一点 对谁都有好处 那我们因为比较跟他们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厉害的师资 比较恰当的教材 这些林林总统加起来 应该可以活一阵子 其实这不一定从经济上的考量 虽然说要持续下去的话 必然是要有收益 不过更重要的是 这种文化的交流 它产生的效益真的是蛮大的 对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自己一直 从原来在四方报 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开书店也好 还是帮他们办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文学奖 办月刊 对不对 你后来还做了很多争取劳工的权益 对不对 甚至争取在法律上面的一些保障等等 你一直都在为这一些而出头 是是 这个我不敢不敢这样说 其实我们就还是没 其实我们还是守在媒体人这个框框里 那但是我们会认识很多真的第一线上街抗议啊 提娃啊 南洋姐妹会啊 那我们就全力支援 我们就非常立场非常偏颇的支持他们 因为别人可能不太重视这个题目 可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们的困境 对那我们就用我们媒体 而且是母语媒体的力量去支援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再放大 那可是回头想起来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做的还蛮有兴趣的呢 我希望我还是回到我台湾人的这个身份 我希望台湾是一个公平的多元的岛屿 所以我在帮他们的时候 其实不是帮他们而已 是在帮我自己 是 那帮我自己其实也是帮我认识的台湾人 就我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当然有各种角力在各种势力在拉扯 可能这个社会要更重视金钱一点 更重视学历一点 更重视人权一点 那我们在我在的这个位置 我希望我们更重视 尤其是异乡人 尤其是他可能在语言文字上 比较不那么流畅的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可以过得更好 当我周围的异乡人都过得很好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我过得还不错 就是表示我的社会很好 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不只是对我们土生土长 有台湾身份证的人是好 对这些偶尔来的或者来 其实也有的也蛮久的 三年五年十二年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关怀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这是一个公平的 或者说友善的一个地方 我们自己也开始感受到 我们可以自己做得更好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是让自己更好 让台湾更好 是感受真的是很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 那每个人每个人有的时间经历不一样 所以我们再一本书是可以的 就是想到带一本书 这个你只要花一点点力气 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更舒服 让自己更好 也让台湾更好 不必减少旅行的时间 不必减少shopping的空间 还是一样可以帮帮别人 书很小没有关系 做一点点事 因为书的价值真的要被人阅读之后 才会丰厚 而人的价值呢 更因为能够帮助别人会更美好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张震先生的分享 这么美好的故事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张震提倡带给我们身边的人阅读的力量 因为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 台湾也会更美好 在台湾有一群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情怀 他们自己玩起袖子 也带动更多人参与 一起让身边弱势的人 吃饱 吃好 有尊严 下一段节目要访问的是 人生百味发起人朱冠珍